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我们也在这肯明撒当中恳求主耶稣基督继续带领我们走完这四寻旅程 让我们体验基督他为我们背令在十字架上的痛苦 来去有力量战胜我们人世间的苦难 让我们把这一切都奉献给我们所信仰的主耶稣基督 愿他赐给我们内心的力量 现在让我们大家一起认罪 好能虔诚地举行弥撒圣基 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兄弟姐妹 承认我私言行为上的过失 破罪 破罪 破得重罪 为此恳请终生同真圣母玛利亚 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兄弟姐妹 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催恋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上主求你催灵 上主求你催灵 基督求你催灵 基督求你催灵 上主求你催灵 上主求你催灵 请大家祈祷 上主 请你帮助我们在这 赎罪与祈祷的时期 妥善准备心灵 好能接受愉悦傲计的答案 并向世人传报你救恩的喜讯 以上是求是靠你的子 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 祂很及圣神永生勇往 阿们 攻读《恶则克尔心之书》 在那些日子 天使领我回到圣殿门口 我看见有谁从圣殿门线下涌出 向东方流 因为圣殿正面朝东 水从圣殿的右边经过 祭坛的南边流出 然后他领我从北门出来 带我从外面转到东门 我看见有谁从右边流出来 那人拿神尺向东走去 量了一千竹 他叫我由水中走过去 水伸到脚环 他再量了一千竹 再叫我从水中走过去 水到了膝盖 又量了一千竹 又叫我走过去 水到了腰 他又量了一千竹 水已经成了河 不能走过去 因为水已高涨成了河 深的不能过去 于是他对我说 人子 你看见了吗 于是他领我回到河岸 当我回来时 看见河的两岸有很多树 于是他对我说 这水往东方流 下至阿拉巴流入死海 咸水会变成淡水 这河流所经过的地方 反揉动的生物都将生火 鱼类繁多 这水流过的地方 万物必能生存 河的两岸会生长各种果树 叶子总不干枯 也不断地结果实 每个月结出新鲜的果实 因为水是从至圣所流出来的 树上的果实可做食物 枝叶可做药材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万有的上主与我们同在 雅各伯的天主是我们的保障 万有的上主与我们同在 雅各伯的天主是我们的保障 天主是我们避难所和力量 是患难中和随时得到的保障 因此 纵然大地震荡 高山沉入海洋 我们也不因此而惊慌 万有的上主与我们同在 雅各伯的天主是我们的保障 一当河流给天主的城带来喜乐 祂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 天主安居成宗 祂绝不会动摇 守光一现 天主即刻支援 万有的上主与我们同在 雅各伯的天主是我们的保障 万有的上主与我们同在 雅各伯的天主是我们的保障 请你们来看上主的作为 看他在地上所行的启示 万有的上主与我们同在 雅各伯的天主是我们的保障 基督光荣的君王 我们赞美你 基督光荣的君王 我们赞美你 你们要寻求善 不可寻求恶 这样你们才能生存 基督光荣的君王 我们赞美你 愿主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宫都圣若望福音 主 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正是犹太人的节期 耶稣上耶路撒冷去 在耶路撒冷靠近阳门有一个水池 希伯来语叫做贝特杂达 诸位有五个阻廊 在这些阻廊内躺着许多病人 有瞎眼的瘸腿的麻痹的都在等候水洞 那里有一个人病了三十八年 耶稣看见他躺在那里 知道他病了多时 就问他说 你愿意痊愈吗 那病人回答说 先生 水动的时候 没有人把我放到水池中 我正去的时候 别人在我以前已经下去了 耶稣对他说 起来 拿起你的床走吧 那人便立刻痊愈了 拿起床 拿起床来走了 那一天正是安息日 因此 犹太人对那痊愈的人说 今天是安息日 不许你拿床 他回答他们说 是我痊愈了的那一位 对我说 拿起你的床走吧 他们就问 对你说 拿起床来走吧的那人是谁 那痊愈的人却不知道他是谁 因为那地方人很多 耶稣已经躲开了 后来 耶稣在圣殿里遇见了他 便对他说 你已经痊愈了 不要再犯罪 免得你遭遇更不幸的事 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 是他痊愈的 就是耶稣 因此犹太人 因此犹太人便开始迫害 耶稣 因为他在安息日 做这样的事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这内的兄弟姐妹们 我们也进入了四旬期第四个主日 四旬期我们已经快要进入尾声 也要进入主耶稣 受苦受难复活的日子 离我们越来越近 让我们在这四旬期反省的时候 去反省我们内心当中 去跟主相遇的那份恩典 我们知道在四旬期的时候 我们教会举办了不同的 默想 必经 还有主题演讲 也有 不同的堂区 也有开设 不同的时间 来办和好盛事 这些 所谓的教会所举行的活动 或者说礼仪活动 都是让我们去默想 四旬期给我们带来的恩典是什么 我们在四旬期里可以做什么 可以学到什么 这些 我想我们通过学习 我们通过聆听都收获很多 四旬期让我们学习了很多 也让我们跟耶稣更相近 所以让我们在最后的这段时期 能够把守我们的心灵 做好 教会所教导我们应该做的 让我们能够有一个 很好的四旬期的生活 使我们在这 这一段时间 能更好地去聆听 跟耶稣相遇 来认识这位 为我们必定在四驾上的 主耶稣基督 今天的福音 我们看到了 这个瘫痪的 病了三十八年 他很想痊愈 但是没有人把他放在水中 在耶路撒冷城 有一个水池 当水涌动的时候 你如果是第一个下去的时候 你就会痊愈 这是在耶稣时代的时候 到现在的时候不知道 因为我没有去过耶路撒冷 不知道那个水池还存不存在 可能遗迹还在 如果大家去耶路撒冷去朝圣的话 可以看看那个水池 所以那个是显圣级的地方 也是天主给予愈人 可以痊愈的地方 但是这个瘫子 这个瘫痪的人 三十八年 因为他不能动 所以没有人把他放到水里 所以他痊愈不了 我们在福音的刚开始听 有很多病的人 都是等 当泉水涌动的时候 他们就要第一个下去 然后得到治愈 而耶稣看到这个三十八年的瘫子 动了怜悯的心 最后治愈了他 但是我们要了解福音中 有一句话 特别是最后一句话 最后一句话 就是耶稣在圣殿遇到这个瘫子的时候 给他说的一句话 你已经痊愈了 不要再犯罪了 免得你遭遇更不幸的事 更不幸的事 这句话听着好像是在阻住 实际耶稣是在 不是说在阻住他 或者是警告他 而是在提醒他 提醒他 你已经痊愈了 你既然得到痊愈呢 那么你要全心全愈 去感谢 去赞美 而不要再陷入到以前的罪过当中 使你受到比那三十八年瘫痪的更大的一个祸患 我想这句话不仅仅是对那个痊愈的瘫子说的 实际也是对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来说的 特别也是在四旭期内 特别是在今天 我们应该反省这句话 应该反省这句话 当我们得到天主的恩宠 当我们罪涉之后 如果我们没有悔改 我们没有悔改 而且还是处在以前的静态当中的话 或生活状态当中的话 那么天主的恩宠对我们来说 就没有什么用 就没有什么用 而我们就会像这个瘫子一样 重回到他瘫痪的那种生活当去 所以耶稣这句话 不仅仅是提醒瘫子 也是在提醒我们 让我们知道 如果我们在主内悔改了 如果我们忏悔了 我们最好能得到天主的恩宠 作为一个新的人 能够在我们生活做出改变 所以主内的兄弟姐妹们 愿天主的恩宠能帮助我们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特别我们的一些私言行为上 能够做出改变 能够真正的实践 所谓基督徒应有的本分 这些我们知道靠我们 人性的软弱 我们很难去实践 但是靠着主耶稣基督 他无限的恩宠 我们将会改变我们的人生 这需要天主的恩宠 也需要我们自己的努力 所以主内的兄弟姐妹们 愿我们能通过祈祷 通过教会 让我们所做的一些善事 来实践我们基督的身份 改变我们从内而外的生活 阿们 阿们 上主 万一的天主 你赐给我们食粮 我们赞美你 我们将大地和人类牢口的果实 妹妹并呈献给你 使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 愿天主永受赞美 上主 万一的主 你赐给我们饮料 我们赞美你 我们将葡萄树和人类牢口的果实 葡萄酒 呈献给你 使成为我们的精神饮料 愿天主永受赞美 愿天主永受赞美 各位兄弟姐妹 请你们祈祷 我们全能天主 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 往上主 从你的手中收纳这个圣祭 为赞美并光荣 祂的圣灵 也为我们和祂 整个圣教会的 一出 上主 你赐予我们 饼酒 滋养我们 现实的生命 请你悦纳 在这祭台上 呈献给你的礼品 使成为我们 豁享永生的饮食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你的心灵同在 请举心向上 我们全心归向上主 请大家感谢主 我们的亲主 这是理所当然的 主圣父 全能永生的天主 我们时时处处 感谢你实在是理所当然的 并能使人得救 因为你借着我们的主基督 教我们刻苦斋戒 清心寡欲 赔得养性 而获得赏报 尊位的天主 天使以及天上诸圣 借着基督赞美你 亲从你 敬畏你 还愿庆贺你 求你恩尊我们 也和他们亲公的 同声赞颂 圣圣圣 上主万有的天主 你的光荣 充满天地 恍惚之声 响彻云霄 奉上主 面而来的当受赞美 恍惚之声 响彻云霄 上主 你实在是神圣的 你是一切圣的根源 因此 我们恳求你 派遣圣神 圣化这些礼品 使成为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的 圣体圣血 他甘愿 圣神受难时 拿起面饼 感谢了 分开 交给他的 门徒说 你们大家拿去吃 这就是我的身体 将为你们 而牺牲 晚餐后 他同样拿起杯来 又感谢了 交给他的门徒说 你们大家拿去喝 这一杯就是我的血 先而永久的蒙月之血 将为你们和众人 清流以赦免罪恶 你们要这样做 来纪念我 信德的奥迹 基督 我们传报你的圣诗 我们歌颂你的复活 我们期待你光荣的来临 上主 因此我们 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 向你奉献生命之两军之位 感谢你 是我们得在你台前 侍奉你 我们恳求你 是我们分享基督的 圣体圣血 并圣神而为一 上主 请催念 普世的教会 神的子民 协同我们的教宗方济各 我们的主教 无称才与随主教 以及全体圣人员都在爱德中 日趋完善 全夜 随念 怀着复活的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姐妹 并请随念我们的祖先和所有去世的人 使他们贤见你光辉的圣容 请随念我们众人 圣们得以天主之母 童贞荣福玛利亚 圣们的敬佩 大圣若瑟 主圣尊徒 以及你所写的历代 圣人圣女 共享永生 并使我们 记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 赞美你 显扬你 全能的天主圣父 一切崇敬和荣耀 借着基督 写同基督 在基督内 并连和圣神都归于你 直到永远 阿们 我们既遵从救主的训事 又承受祂的教导 才敢说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受显扬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请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 请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献诱惑 但救我们免于凶恶 上主 请你从一切灾祸中 拯救我们 恩赐我们的时代 得享平安 更请你大法慈悲 保佑我们脱免罪恶 并在一切困扰中 活的安全 使我们虔诚 期待永生的幸福 和救助耶稣的来临 天下万国 普世权威 一切荣耀 永归你 主耶稣基督 你曾对宗徒们说 我将平安留给你们 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 请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 但看你教会的心得 便照应你的生意 是教会安定团结 你是天主 永生永往 阿们 愿主的平安 常与你们同在 愿你的心灵同在 请大家互助平安 祝你赐给我们平安 请看天主的羔羊 请看出面失罪者 蒙召来复生宴的人 是有福的 祝我当不起你 到我心里来 只要你随一句话 我的灵魂就会痊愈 我祝耶稣 我祝耶稣 却心里在身体消失 我爱你超过一切 我渴望令你到我心中 既然我现在不能失灵你 请上我生命身体的恩典 愿我完全与你结合 像你实在到我的心中一样 不让我与你分离 不让我与你分离 阿们 阿们 请大家祈祷 请大家祈祷 认慈的天主 请你以圣体圣事 净化我们的心灵 革新我们的生活 使我们的肉躯今生蒙受恩幼 将来也豁想复活的光荣 以上是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 圣父 圣子 圣神 江湖你们 阿们 弥撒礼城 你们去传福音吧 感谢天主 感谢天主 阿们 就没有 感谢天主